游客們穿著救生衣 站在甲板上 天氣超級好 抬頭望去 龜山島就在眼前 往海裡看 還有成爵海豚 在水中跳躍悠遊 暑假到了 很多遊客跑到宜蘭 放鬆身心 來到這邊的遊客 真的有回溫的跡象 大概回溫個兩三層 沒問題 宜蘭觀光逐漸復蘇 飯店七月的訂房率 已經到八成 農場樂園的遊客 也增加了三到四成 客人的詢問度 電話量都有增加 那我們也是期待 這個15號上路的補助 會帶來更好的業績這樣 觀光局投入55億元 要在七月十五號 啟動新一波的 國旅觀光補助 自由行每晚住宿 最高補助一千三百元 環遊行程 美團最高補助三萬元 主題樂園 則是有門票三折優惠 其他項是 台南兩百公尺長的飄飄河 七月一號開始免費玩 建湖山水樂園 限時優惠只要兩百六十九元 到桃園住宿 美房補助一千元 限量一萬間 疫情真的太久 民眾都懵壞了 期待在旅遊補助的助攻下 可以盡情享受 好好放鬆 記者林醫生 王毅德綜合報導